美国又发生这么严重的内部的混乱动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访问到底意义何在 当然有客人来我们都是欢迎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驻联合国大使能不能够支持UNFORROC呢 能不能够真正的支持中华民国呢 加重返联合国 我想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疑虑 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看到美国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动乱 而众议院有一个强烈的主张 连我们台湾的女儿赵小兰部长都已经宣布辞职 那重要的阁员重要的幕僚都已经宣布辞职 在一个礼拜之后要交接的情况 而美国又发生这么严重的内部的混乱动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访问到底意义何在 民进党也可能应该要跟民众说清楚讲明白 那现在美国阵权变临交接的时候 您认为台湾的外交部这样子的准备已经够了吗 现在反应是不是有点困难 我觉得台湾从选前担押一边到选后的作为 再配合现在即将下台的政府的作为 我觉得可能后续我们到底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这是民进党以及现在的执政当局要想清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